接下来我们来看三角形重心的相关性质 第一个 重心到顶点的距离 会等于该中线长的2分之2 这什么意思呢 这里有一个图形 他是三条中线 AD BE 跟CF 交于重心G点 那么以这个中间这一条中线AD来讲 重心G到顶点A的连线这一段 会等于这个中线的3分之2 换句话说 AG 会等于3分之2的A珠 一样的道理 B点到G的距离 也会等于这个BE的3分之2 也就是BG 会等于3分之2的 BE C点到G的距离 也会等于CF的3分之2 也就是CG 会等于3分之2的CF 这就是这个题目 重心到顶点的距离 会等于该中线长3分之2的意思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 他其实就是告诉我们 AG 会等于3分之2的AD BG 会等于3分之2的BE CG 会等于3分之2的CF 就是这个意思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来简单说明一下 假设我现在把这个EF 给他连接起来 这个时候EF有一个特性 什么特性 E是这边的终点 F是AB的终点 EF就是两边终点的连线 它会平行第三边 且等于第三边边长的一半 反正就要说EF会平行BC 而且EF会等于BC长度的一半 这是EF的特性 好 那我们来看EF把它连接起来以后 这里会形成一个蓝色的三角形 跟底下这一个橘色的三角形 这两个三角形事实上会相似 为什么会相似呢 因为EF跟他是平行 所以这一个角等于这个角 内错角 再来他对顶角相等 所以他就AA相似 既然相似的话对应边就会成比例 那成什么比例 你看 EF是BC的一半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 他们的关系是1比2 既然他的这一边是1比2 他又相似的话 那每一边都是1比2 所以这里也是1比2 那你看 这里是两等份 这边是一等份 全部三等份 所以当然这里就占2 3 一样的道理 这里也是1比2 那你有没有发现 这里一等份 这里两等份 总共就是三等份 那他当然占2 3 所以我们简单就可以证明出来 说这个地方 他一定0点到中心的连线 一定会是这个中线的三分折 那我们尝试的去把它写出来 我们来尝试写看看 首先我要证明这个蓝色的三角形 跟底下橘色相似 所以我就说明 第一个在三角形 在三角形 G 1 F 和三角形 G B C中 因为呢 好 这里角1会等于角2 角1等于角2 因为他是内错角 对顶角2 所以我们就可以说三角形 G 1 F 会等于角C G B 因为他是对顶角 那既然这两个三角形相似 那对应边就会成比例 所以我就知道说 我用FG这一段好了 所以我就知道说 FG 比上CG 这个FG 比上CG 会等于1比2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会等于EF 比上B C 那EF是他的一半 所以就是1比2 那既然他比他是1比2的话 所以我就知道 这个CG 比上这个CF全部 就会是2比3 所以CG 就会等于2分之2的CF 这样我们就证明出来了 那其他的正法 换个不同的线段 正法类似 所以我们就写到这个地方 那这就是三角形重心的 第一个相关性 重心到顶点的距离 会等于这一个中线的3分